位在平溪区金铜社区的活动中心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因为平溪长期潮湿多雨 屋顶也常有漏水的情形 常常外头下雨 室内也跟着滴滴答答落个不停 让民众在使用活动中心上很不方便 在听到民众新增后 远连一期便协助争取休闪经费 将屋顶漏水的问题改善 整个屋顶因为漏水非常的严重 所以在今年度也补助了整个青钢架的屋顶 现在目前已经改善完成了 那总共的全部的一些设备的态换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提供给长者更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非常感谢那个连一期议员 这几年来对金铜社区是相当的照顾 尤其像社区的这个外围的这个钢架棚 本来是很脏 生锈上面有一些脏东西这样子 因为这个钢架棚整个都帮我们换新 那我们办起来活动也会比较安心一点 除了屋顶漏水改善完成之外 内部设备这几年远连一期也协助争取添购 像是冷气的态换 老人共餐需要的设备等等 另外还有监视器设备 让活动中心的安全性大幅提升 那这几年一起陆续补助了我们的青铜社区的一些设备 包括了我们的监视器 那我们这个监视器是为了可以远端监控 在长者在这边活动的时候避免有一些危险的状况发生 那另外我们也补助了整个搅拌机 因为林一期说 偏乡地区最重要的资产就是这些长辈们 因此近年来协助争取相关经费 陆续改善活动中心屋顶漏水 也添购不少室内设备 让活动中心不管是在软体或硬体上面都有所提升 希望让长者使用起来更舒适安全 营造宜人的居住环境